台六十一線西濱快速公路 上午發生二十一輛車追撞 造成兩死八傷 国内最快本周能取得首批AZ疫苗 却有医护人员对疫苗信心不足 冰封暴重创美国南部冲击德州经济 还夺走超过七十条人命 缅甸军事政变 示威民众遭到射杀 两人死亡至少二十人受伤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二月二十一号公示晚间新闻 我是郭彩燕 首先来关心一起连完车祸 台六十一线西濱快速公路 嘉义云林交界北上两百五十五公里路段 上午七点多发生了连环车祸 现场二十一辆大车小车撞成一团 还有部分车子的车体严重变形 造成了两死拔伤 北上路段全线一度封闭 有多位民众说当时路段有大浓雾 是否因此导致意外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理清 消防队员利用破坏器材 要将因为车祸被挤压变形的车体撑开 设法要将车内的民众救出 不过最后发现受控民众已经明显死亡 二十一号早上七点多 排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 北上两百五十五公里处 发生二十一辆大小车连环车祸 因为地点在云林与嘉义交界 加上伤亡人数多 两个县市的消防队都出动救援 有两名受困于车内 同时动两立息只是 现场利用破坏器材将其两名伤患救出 车祸现场包括砂石车 大货车 小客车 一共二十一辆车连续追撞 造成两人死亡八人受伤 有驾驶表示 疑似是最前方的瓦斯车先遭追撞 后方其他车辆又未注意减速 才会引发连环车祸 另外也有多位民众说 当时该路段大浓雾 从行车记录器可以看到 能见度确实不好 有人原本已经将车杀停 却还是被后方追撞 警方表示该路段原本因为车祸 全线封闭 经过现场事故排除清理 并进行道路安全检查 确认安全无余 以在下午两点十五分 恢复全线通行 至于车祸原因 还要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 中部发生严重车祸 疑似与农务有关 详细原因虽然还有待理清 不过最近中南部的清晨 容易出现农务 影响到民众的行车视线 遇到这种情况 除了可以打开闪黄灯 并以雾灯来补助 提高车辆的能见度 当安会也提醒 要注意减速保持安全车距 更不能够任意变换车道 以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嘉义云岭交界处 发生车祸 连环追撞的重大事故 疑似农务导致事先不加 而且没有保持安全距离量货 确切造势原因 还有待警方调查 不过当民众开车 遇上农务大雨 事先不加时 应该怎么做 才比较安全 车辆减速闪黄灯警示 再以雾灯辅助 车上业者说 可以增加车子能见度 让后方驾驶提高警觉 不止如此 当安会也强调 要保持好安全车距 举例来说 时速90小车 至少维持车速的一半距离 也就是45公尺 大车则时速减20 等于至少要保持70公尺 更提醒驾驶 不能随意超车 变换车道 才能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农务影响行车 视线容易引发交通意外 而高工局在五阳高架 林口等经常起雾路段 其实都有装设侦测器 只要前方能见度低于300公尺 就会警示提醒卖行 高工局也表示 依照过往经验 秋冬有农物强风的路段 才会装设侦测器提醒 或是用物人或公物段 有人反应也会观察是否有装设的必要性 而气象局预报 接下来这几天 中南部外岛容易有局部误或低于影响到能见度 用路人得特别留意 记者传讯 台北报道 这样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 之前从巴西入境确诊的一家四人 其中三人验出了巴西变异株 因此从二十四号凌晨零点起 十四天曾有巴西旅游室的旅客 一律都要入住集中检疫所 另外在疫苗洽购的方面 指挥官城市中表示整体疫苗 购买最多可有四千五百万剂 而国内本周最就能够取得首批 二十万剂的AZ疫苗 却有医护人员对疫苗信心不足 巴西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攀升 而变异病毒的出现 也让巴西近一周新增确诊数 成为全球第二 虽然国内二十一号无新增确诊病例 不过只为中心宣布 日前三名本国籍个案案 九零三九零四级九零六 经实验室确认是巴西变异病毒株的感染者 因此从二十四号临时起 只要十四天内曾有巴西旅游室的旅客 将比照自英国南非或史瓦地尼入境 或十四天内去上述国家旅游使者 入境后一律住集中检疫所且需裁减 主委中心表示案九零三案九零四九零六 以及病毒未定序成功的案九零五都是轻症 其中两位已经解除隔离出院 还有两人在后期阴阴阳阳的阶段 应该很快就可以解隔离出院 目前推测巴西变异病毒株传播力可能比较强 也可能降低疫苗的效力 不过尚未有明确的证明 因此台湾先以集中检疫的方式 防堵变异株进入社区 而国内最快本周就能取得首批二十万剂的AZ疫苗 三月就可以开始接种 但现在全国多家医院开始调查 医护人员施打疫苗的意愿 不过医护人员比较想要接种 辉瑞和莫德纳疫苗 比较多的负面新闻的存在 会看到未来会有一波比较大的医护 施打的这个有点迟疑会出现 可以预期 那当然如果一开始买到的是 进来的是莫德纳疫苗 我想这个情形就会改善许多 AZ疫苗我们的态度还是一样 一切是以科学为优先 那我们会密切注意相关 听听看之后的一些结果 到底怎么样 陈志中表示AZ疫苗 确实有国家传出 对六十五岁以上族群 有不良的反应 对南非变种病毒的保护力不明确 不会强迫大家都非打AZ疫苗不可 台湾疫苗施打率高 我国专家对经验研判也充足 对欧洲传出的不良事件 也会持续监测相关的数据 记者我有王德信特别报道 台南一栋大楼 昨天突然张贴公告 指称有一名菲律宾籍的 新冠肺炎确诊者 十九号曾经进出大楼 由于这栋大楼是商业大楼 人员出入平凡 消息一传出 引发了民众的恐慌 台南市卫生局表示 确诊者的疫调 环境倾销等工作 都有按照中央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的处理 民众无需过度担心 台南一栋大楼二十号贴出了公告 指出有一名菲律宾籍的 新冠肺炎确诊者 十九号曾到这栋大楼 并搭电梯上楼 下午才被相关单位穿戴 隔离衣带走 消息一出引起民众惊慌 实际来到大楼 管理员低调表示不知情 不是很清楚 不过环保局最近经常会 都有做消毒 前两天因为不是我的班 我不是很清楚 一定担心 因为因为人是人是谁 在哪里都不晓得 很危险 大楼公告已经换掉 不过从之前公告看来 该名确诊者就是中央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 二十号公布的第九百四三案 因十八号检疫期满 因公司要求自费裁检后确诊 目前已经掌握接触者二十六人 其中十五人要居家隔离 十一人自主健康管理 公告被民众拍照 po网引起恐慌 台南卫生局赶紧出面说明 环境消毒已经完成 请民众不要太过担心 另外大楼主动公告 曾有确诊者出入是否涉及曝光疫调资料 卫生局也表示已跟法治局 讨论过无违法之余 将不开罚 记者陈幻宇 陈显坤台南报道 这两天白天的天气晴朗 高温有二十五度 不过清晨跟夜晚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局部地区可能下探到十度 热夜温差大有多达了十五度 而好天气却没有好空气 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显示 骗东风的环境下西班部扩散条件不佳 中部地区空气品质达到橘色提醒 甚至是红害 周日的台北阳光持续露脸 白天温度也比前一天上升 星期一上半日也是维持差不多的天气 气象局预估 这两天高温有二十五度 不过清晨跟夜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 局部地区可能下探十度 虽然这两天天气晴朗却没有好空气 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 时间测网显示 偏东风环境下西班部扩散条件不佳 气象专家贾欣欣指出 主要来自于境内污染物 中部地区以及金门空气品质 达到橘色提醒甚至红色警示 受到天气行在非常稳定的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大气是很稳定 所以我们自己排放的污染物 就不容易被扩散出去 这个是一般东南部来讲的话 最容易出现严重本地型空气污染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气形态特征之一 气象局也表示这几天中南部外岛大气条件能见度低 会有低云根雾出现的几率 虽然没有达到农物标准 但搭配空污要素后能见度尚有某某的状况 至于二二八廉价温度变化不大 而轻度台风杜鹃 由于目前位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 距离台湾超过一千五百公里 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 记者国财研装之城台北报道 南部地区因为缺水导致增纹水库 蓄水率下降到百分之十四点九 只有民众发现嘉义大浦乡增纹水库上游的湖底 因为干涸裸露 竟然出现了许多大小不易的坑洞 仿佛像是月球表面 南水局表示这些坑洞其实是水库情愈的痕迹 拉开卷尺测量地上大坑的直径 增纹水库因干旱缺水导致湖底干涸而裸露出来 结果湖底均裂的地面上出现数十个大小不易的坑洞 大的直径甚至超过两公尺形成奇特景观 一个个的坑洞看起来就像月球表面一样 让乡长及游客都嘖嘖称奇 有民众推测可能当地曾有泳泉 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暗流造成 不过水利署南水局出面解答表示 这些坑洞都不是自然形成 上游处用抓斗清淤 而水库接近大坝的地方淤泥较稀烂 就会以渔船用抽的将淤泥抽到下游 不过这些原该藏在水底下的坑洞 现在全曝露出来 也显出南部水情严峻 南水局再次提醒民众节约用水 一起渡过缺水难关 记者陈欢宇 陈显坤嘉义报道 美国南部地区这一个星期 笼罩在北极冷气团的威力之下 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八度 是三十年来的最低温 重灾区德州二十号气温回升到十度 电力也逐渐恢复正常 唯独自来水系统仍旧不通 目前已经知道这场冰风暴 夺走了超过七十条人命 光是德州的经济损失 就高达了五百亿美元 美国德州遭强烈北极冷气团冰风 多日之后二十号终于阳光普照 气温回升到了摄氏十度左右 全境发电厂也开始正常运转 但受限于供电系统受损 还是有将近八万户停电 酷寒低温导致的水管破裂 使得两百五四个菌 有一百六十个面临停水窘境 有人实在没办法 便直接把空底的雪 装在锅子里放到瓦斯炉上煮来用 当局发放瓶装水的地点 都涌现长长的排队车潮 德州奥克拉河马以及路易斯安那三个州 全都进入紧急状态 总统拜登宣布德州遭遇重大灾难 动员联邦资源全力协助地方政府救灾 民主党的纽约众议员 扣地兹二十号带着募集来的三百二十万美元 善款 造访休斯顿的食物银行 德州是美国人口第二大州 是能源石化汽车制造业的重症 更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中心 暴风雪停电四五天 三星N智浦设在当地的晶圆厂 全部停工 让全球晶片短缺的情况更加恶化 这场天灾不仅给德州带来高达五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同时也冲击了全球能源市场价格 公事新闻王汇文编译 缅甸军事政变至今已经三个星期 各大城市几乎每天都有街头示威 要求结束军方统治 释放民选政府官员 军警二十号更在第二大城瓦城的街头示威中 以实弹朝民众开枪射击 造成了两死至少二十人受伤 是示威爆发以来最血腥的一天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瓦城的亚达纳棚码头二十号 聚集了好几百名示威者 码头工人也发起罢工 加入游行行列 当局在现场部署了约五百名军警 双方对峙几个小时后 爆发严重的流血冲突 军警使用强力水柱 催泪瓦斯弹弓 橡皮子弹 驱散示威者 过程中甚至以实弹开枪射击老百姓 造成一名十八岁与一名三十六岁的男子死亡 事发后马路上还留有大片血迹 军方发动政变至今已达三个星期 各大城市几乎每天都有要求结束军方统治 释放民选政府官员的街头示威举行 第一大城仰光 二十号再度出现好几千人规模的游行 队伍中还有少数民族 诗人以及大众运输系统的员工现身其中 缅甸军警对老百姓开枪的作为 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美国欧盟联合国都对军方予以强烈谴责 缅甸最大的投资国新加坡警告 如果情势继续恶化 将为缅甸和整个区域带来严重后果 公司新闻王汇文编译 由于缅甸政局动荡 台湾驻缅甸代表处日前公告 华航排定今天 以及三月十四号二十八号两个班次 从台北飞往阳光救援班机 协助当地的台商及乔包撤离 而手办班机华航CI-7916航班 也已经在傍晚抵达了桃园机场 原本这次预定要接回 台商和乔包大约五十名左右 不过桃机国境单位表示 班机总共载送约八十二名旅客 考量缅甸并非特别高风险地区 因此比照一般旅客正常入境 而防疫部分则采取秋冬专案的方式 目前得知有二十八个人 无法取得登机三日内的阴性报告 将会在入境之后再安排自费裁检 而除了今天的班机 三月份还会有两个班次的救援班机 国安团队人士调整 国安局长邱国正将接任国防部长 他表示有国安单位的历练 未来思考会更加周延 而现在共机持续绕台 二十号多达了十一架次 创下了二月以来的新高记录 国军二十二号则将在西南空域 进行空层空域操演 反制意味浓厚 接下来三月将在东沙 还有太平岛军演 引领南海局势升温 后疫情时代即将展开 总统府十九号宣布 国安团队人士新布局 国安局长邱国正将接任国防部长 二十三号将举行交接典礼 对于接下国防部长 邱国正受访表示 希望能够帮得上忙 这些年有国安单位的历练 未来思考方面应该会更加周延 而在人事异动的敏感时刻 共机持续侵扰 二十号国防部公布 有包括歼10 轰6K等五种机型 共十一架次进入我方西南空域 这也是二月以来的新高记录 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并且以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尖 空军指出这是中共解放军 海空联合演训 而根据示意图 共机演训区位于东沙岛的北方 而且进入我方ADIZ之后 即掉头巡员路返回 专家分析可能与接下来我方 将举行反制演习有关 明年超远他就先来进行 这方面的攻防演练 先下手为强 那他在这边做擒受 我们有些演任的科目 有必要 尤其是关键的重要的科目 有必要做隐藏 国军计划二十二号 在我国西南方外围空域 进行空城空域操演 虽然属于例行性演训 采士兵不实弹的方式进行 但演训地点接近我防空识别区 西南角 借此强化国军的应变作为 海巡署三月也将分别在 东沙群岛及南沙太平岛 执行全岛防卫火炮武器 对海实弹射击 这里将是海巡署与海军陆战队 今年首度执行联合军事演练 确保未来 如果遭受中共威胁 我军有足够的防卫能力 记者韩英章子佳台北报道 南投县仁爱乡台十四甲线 和欢山公路 二十点六K翠峰路段 上午传出了山林火警 由于最近气候干燥 火势迅速蔓延 农烟影响了行车的事件 双向交通一度封闭 画面中可以看到山区有浓烟 不断往上窜 火势猛烈 南投县消防局指出 和欢山公路是亲近往返和欢山 武岭等主要干道 但翠峰路段波度陡峭 现场周边又没有水源 虽然第一时间派出了多部的水箱车 接力供水关救 但是还无法有效控制火势 因此申请了空勤总队直升机 空中投水灌救 在路空串联下下午一点钟左右 已经控制了火势 目前恢复双向交通 二二八事件即将届满七十四周年 今年中枢纪念仪式将移到高雄举办 北市府与台湾国家联盟 二十八号下午 也将在台北二二八公园 举办纪念活动 除了邀请副总统赖清德 也邀请了前总统马英九发表演说 人权律师李生雄痛批 这是对受难者 还有对台湾人的一大侮辱 希望马英九直难而退 二二八事件即将七十四周年 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及郑南荣基金会 复科一九八七年 医师陈永新 律师李盛雄 与郑南荣发起的二二八公益和平运动 号召人民一起肃穆走上街头 提醒执政当局面对历史责任 有包含台大台语文社等约五十个名团响应 记忆过去不是为了斗争跟清算 记忆过去是为了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今天的主旨 拆除权威 起造新国家 希望社会能够持续 记忆这个议题 并且思考未来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而就在游行开始前 律师李盛雄不满表示 今年二二八中枢纪念仪式 一到沟雄举办 台北市政府与台湾国家联盟 二十八号下午将在台北二八公园 举办纪念活动 居然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参加 还要发表演说 痛批请加害者来演讲 对台湾人跟二二八家属是一大侮辱 他现在是国民党身份 而且他在言谈之中 都是对蒋介石的元凶 还大于战役 李盛雄表示 希望台湾国家联盟能够听到反对的声音 向台北市政府主张要马英九退出 否则就退出合办 也希望马英九自己能够知难而退 马英九办公室则证实 确实有收到邀请 也会出席 对于批评则没有回应 记者韩英庄子佳台北报道 截图片吴米勒主角昆斌博 也是总统府国策顾问黄昆斌 二十号下午三点多 在台南后币老家去世 想骑兽九十二岁 亲友表示昆斌博走得很安详 总统蔡英文跟副总统赖清德 都在第一时间脸书发文表示哀悼 戴顶帽子穿梭在黄金色的稻田里 这是昆斌博的日常 超过九十岁了还常常看到他骑着电动四轮车到田里巡视的身影 眼前这片田对他而言不是小孩而是尊敬的祖先 被外界称为昆斌博的黄昆斌致力推广台湾农村文化 总统蔡英文多次下乡拜访 并认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前年底因病住院出院后长期卧床休养 二十号下午三点多辞世 想骑兽九十二岁 老弟子已经不在去极乐世界了 那现在庙里 要找爸爸的影子就是要来庙里才会看到他 那后续我们还是会秉持着昆斌博 希望地方发展的精神 要配合昆斌博的女儿 好好的来持续做他一生最想要做的这件事 对于昆斌博的辞世 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脸书发文表示 他是每一个台湾人心中的乡愁 与昆斌博互动密切的副总统赖清德 更贴出两个人在田里查阳的照片 曾经因为二零零四年拍摄纪录片 《五米乐老农乐庭之命》的故事 让后必经疗社区神明大造 他的一生经历农业政策的变迁 更要用深厚的情感守住这片土地 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市政府有一项进行公园改造的美乐地计划 原本在西屯区的士兵公园规划 一处攀岩游戏区 不过最后却变成了一座石头假山 小朋友只能用摸的不能攀爬 台中市建设局回应 这是因为公园的场地小 考量到安全性才会变更设计 家长趁假日带小朋友来公园溜滑梯玩游戏 大人小孩都相当开心 不过公园里一个角落放着这一块 像是假山的大石头 相当引人注意 旁边没有任何解说牌 让人摸不着头绪 到底这块大石头的作用是什么 甚至有民众觉得是要拿来体制用的 台中市西屯区的士兵公园加入市府的美乐地计划 去年动工进行改造 除了溜滑梯摇摇马 原本还规划国内较少见的大石攀岩游戏区 不过改造后攀岩石却变成无法攀爬的石头假山 小朋友只能用手触摸 民众质疑落差太大 台中市建设局解释是安全考量 在地方说明会跟大家讨论的状况下 是有这样的建议 但是后来我们规划的时候 是把它做一个意向式的 从触摸出感受 加强其他的有机地点跟其他的部分 因为市民公园并不大 所以并不适合说大家用 那个比较挑战性的 当地居民表示去年十月底 市府针对西屯区六处公园改造的联合开工典礼 就办在士兵公园 若市府要变更设计 也不应该只是放科没有作用的大石头 建设局表示将掺着地方建议与需求来进行调整 未来将会在比较大型的公园 规划攀岩 让小朋友能玩得安全 记者 邱石北 黄文群 台中报道 接下来就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现在看到北部地区最低13度 最高27度 中部地区最低13度 最高26度 南部地区最低15度 最高29度 东部地区最低15度 最高25度 离岛地区最低14度 最高23度 明天的空气如何 来看空气品质指标 来看到北部竹苗是敏感 中部云江南不良 高频是敏感等级 宜兰花东良好 马土是普通 金门澎湖是敏感等级 以上是今天的公事晚间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